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其实就是因为他拥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 对他来说他是能够做到无限的乐观 为什么他能这么乐观呢 他的乐观积极正是因为他不是说没有根 或说只是虚妄的乐观 其实是因为他拥有很远的眼界 他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而且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所以说这所做的人常常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这就是他没有办法被人家所取代的关键天赋技能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射手座呢 他拥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他有一个善于自洽的这样的一个厨师哲学 射手座的人呢 他是非常自洽的 就是他常常觉得说 别人的想法是别人 但是我自己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逻辑跟想法 而且他基本上呢 不会被别人所洗脑 他就相信他自己相信的那一套 不管你说什么 他只坚信他相信的东西 所以说在这点上 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 那至于他到底信仰什么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只要他信仰了 他一定会很坚定的这样去坚信他 从不怀疑他的信仰 这一点呢 让他呢 常常呢就能够创造一些奇迹啊 而这一点呢 是其他蛇星座当中呢 都比较不具备的一个特别的优点 那么第三点呢 射手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不能为人所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天赋技能点 就是呢 他改于冒险 很多新作 常常也想到了很多重要的方法 但是却总是插那么临门一角 没有办法踏出这一步 射手座呢 是一个想到就马上去做的人 而且呢 他常常呢 不管什么事实的困难 或者说什么这里的忧虑 那里的忧虑 他不会想那么多 他就是我想到了 我就这么去做 所以说呢 他常常呢表现出那种这样子的一个不畏艰险的勇气 善于冒险这样子的能力 而这呢 也往往呢能成就他 成为他 别人不可取代的人物 好 以上呢 就是呢 射手座的 无可取代的 令人欲罢不能的天赋技能点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静电鱼 关注静电鱼 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谢谢观看